翻译&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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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中午好 已经到中午十时节了 非常高兴受经济日报社的邀请 能够参加两岸三地的三经论坛 我也很愿意借这个场合 就我对互联网大背景之下 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 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主持人同意的话 我会把我的发言时间 控制在十五分钟以内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 汇报四个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都会用很短的时间把它讲完 一个是讲一下当前大陆的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的状况 第二个呢想讲一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对中国的大陆的金融业态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第三个呢谈一下挑战 第四个呢就讲一下两岸三地金融界 可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怎么样开展合作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最近这几年 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发展 可以用如火如荼这个词来形容 这个互联网金融呢牵涉到 它很多种类很多业态 我这里给大家举几个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 这里边有一些数字我就不展开了 第二个呢是众筹 众筹这一块呢应该说和P2P相比 发展的还算比较慢 但是到2014年呢我们也已经有了128家众筹平台 覆盖了17个省 第三个这个领域呢是P2P P2P这几年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从我这个P2P上面的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这个参与的投资的人数 还是融资的人数 以及P2P平台的数量 应该说都有了一个非常迅猛的增长 几乎是百分之几百的增长 大家看这个平台到2014年 这个不太清楚 这是个白的柱子 我忘了把它标出来 已经到了1575家 到目前我估计应该有1800家左右 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增长100多家 那么这个投资者的人数和融资者的人数增长也是非常快的 从P2P这个平台的成交量和贷款余额来看 这三年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 比如说年成交量在2012年只有212亿 到了2014年变成2000多亿增长了10倍 这个发展是很快 第四个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互联网银行 不久前我们刚到这个深圳前海的微众银行 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 中国大陆第一家民营银行 而且也是以互联网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业务手段的银行 那么这个微众银行呢 它的大股东是腾讯 这个在业务模式的设计上 微众银行就充分地利用了腾讯的 它的整个生态系统的资源和能力 它的目标呢 是做有银行牌照的互联网银行 腾讯我们知道 它可以通过几个措施 几项手段呢 来实现它的一些基本的经营目标 第一个呢它的目标它是通过分享腾讯的客户 来降低营销成本 腾讯现在有8亿多的客户 其中呢用QQ的据说有8.5亿 用微信的5亿 我们现在手机几乎都是用微信 都是腾讯的客户 每天呢它会覆盖7.7亿个移动终端 那么这个微众银行的目标呢 就是在十年发展三千万的微型企业的客户 发展三亿的个人客户 利用腾讯的这个庞大的客户资源 第二个它的措施呢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来降低坏账成本 腾讯呢现在有400万亿条数据 牵涉到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通讯 包括交流 社交 娱乐 资讯 还有呢支付等多个场景的大量的数据 可以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处理呢 来降低来准确的定位客户 降低它的风险成本 第三个呢是通过科技平台来降低运营成本 目前呢这个微众银行它的职员中 百分之六十二的比例是科技人员 和传统的这个商银行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呢它未来它会做存线上 没有一个网点 这个其实一种轻人力就是 尽可能少的减少雇员 几乎没有销售人员 而且呢它利用这种传统的面签 变成这个网上的人脸识别技术和视频面签 他们介绍呢它这个网上的人脸识别技术准确率 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当然还有一点多的不准确率 但是我们现在用这个身份证的面签 将来这个交易实际上不准确率 是我觉得是更高的 要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欺诈的这个案件 它在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基础上 再加上视频面签 应该说呢这个大大的提高了可靠性 通过这样的科技平台呢 它的目标是要降低行业平均成本的 把它成本要降百分之十 降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都是利润啊 应该说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那么除了我前面介绍的四类互联网金融活动以外 还有现在还有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证券 各种各样的互联网证券 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都是非常迅速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谈一下 互联网背景之下 金融发展的一些新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我感觉到 我不知道这个我们 特别是农行的这个 李行长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金融 已经对传统的金融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挤压 而且呢这个互联网金融呢 正在逐渐地从边缘化 因为我们在两三年前 三年前大家还认为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遥远的 地平线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还是一个边缘化的东西 现在正在逐渐地走向核心 而且呢倒逼传统的金融机构改革 比如说工行 现在就开始做EICBC 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改变金融模式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从现在2014年 已经披露年报的 11家上市银行的情况来看 2014年末的存款 比年终是减少了1.5万亿 就是对银行来说 这个新金融的形态 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吸引这个社会的资金 当然最近这一段时期啊 可能是股市吸引得更加厉害 但是前一段的很大程度上 是由新金融吸引的 我们到这个深圳调研的时候 有一个科技的一个 政府科技部门的一个管理人员 跟我们座谈 他说只要微重银行成立 他说我一定会把钱放到他那里 现在我在这个支付宝上 在这个财富通上 大概只敢放几百块钱 因为还是不太相信 但一旦有了银行的牌照 他说我一定会把钱放过去 那么这个呢 对传统的银行 我觉得是未来这个冲击和影响 还是会加大的 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 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呢 更加注重便捷性 更加注重客户体验 这是由互联网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更加注重效率 也更加注重小微企业 还有呢这个一个特征呢 就是行业正在进一步的细分 进一步的细分 比如说像P2P这个行业 从纵向的业务链条中 已经细分出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公司了 比如说专管销售的企业 专管线下服务的企业 还有呢专管数据分析的企业 我们还看到呢 有的这个企业专门对P2P的平台 进行打分 进行评级 向客户介绍哪一类的P2P平台 最值得你去投资 还有呢这个做软件 专门做P2P的软件服务的 做风险管理的 这个我想呢 再分离出很多行业呢 来从事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这些专业化的服务 这些细分的结果一定是提高 整个行业的效率 那么从客户定位来看呢 也更加集中 比如说现在大陆有专门 就只做个人之间的 这个汽车租赁 或者说汽车 这个初借汽车的这样的P2P的平台 别的它不做 这个平台只做 可能是一个小众的平台 但是它确实很活跃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更加注重跨业的合作 我们看到一些新金融呢 一些网络的金融的业务呢 更多的是和担保公司 小贷公司 小贷公司 保险公司 第三方支付等等 建立起它的合作关系 我想这四个特征呢 是目前大陆在互联网金融 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显现出来的几个明显特征 第三点呢 我想谈一下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挑战 这个大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如此迅速 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也对我们的监管部门 对政府部门呢 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比如说第一个挑战就是金融基础设施不足 我们的这个征信系统是一个不完整的征信系统 评级的这个体系也不健全 另外呢 这个动产登记系统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全面地建立起来 在做这个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汽车的P2P平台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动产登记的问题 它同样的一部汽车 它可以在这里做抵押 又在几处多重抵押 这个风险 它是没有一个网络来 信息来显示它个人的信用的状态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金融监管制度和制度其他的行业 规范行业的一些制度建设 还是基本上处于空白 我前面说的1700到1800家的P2P的平台 到目前为止已经倒闭300多家了 那么最短的成立了半天它就倒闭了 还有呢 这样的事实上的金融活动 它可能出现了反洗钱的风险 怎么来进行反洗钱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还有呢 第三个呢 就是在互联网金融过程中呢 反欺诈的问题也非常突出 现在大陆各地非法集资的问题非常严重 我上次到西安去出差 西安是公安局的一位女警官 跟我做了非常深入的沟通 她说我们现在公安局 竞争大队的人力全部都投入到 这个非法集资案件上去了 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动不动就去找政府 那么这个事怎么来处理 也是一个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呢 还有这个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 刚才说的这个脸签网签这个事呢 对传统银行来说要求一定要客户到柜台去面签 那么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 如果说对互联网银行有区别的对待 对传统的银行可能是一个不太公平的竞争的 构建了一个不太公平的竞争环境 还有呢 在这个平台上的投资者的适当性 消费者的信息安全问题 法律风险问题 应该说都是凸显的 时间关系有的不展开了 第三个挑战呢 就是人才问题 人才问题 现在呢就是大数据分析实际上这个事啊 看起来很美好 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管理难度非常大 而且呢我相信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大陆 都非常缺乏又懂金融 又懂这个数据处理 懂数学又懂技术的这样的专门人才 这个呢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第四点呢我想讲一下这个两岸三地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呢 应该怎么样合作共赢 重点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管合作 监管合作呢 也包括下面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两岸三地都在不同的部门签了监管备忘录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仅对传统的金融要加强合作 对于这些新金融的新形态新问题也应该深化研讨 比三地之间应该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第二点呢我觉得是需要加强法律法规 三地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性 我前面讲到的反洗钱的问题 公平竞争的问题 这些协调性呢恐怕在法律法规的层面进一步的协调 第三个呢就是说三地之间呢 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的沟通信息 沟通信息 现在呢当然我在大陆呢这个互联网金融 除了这个互联网银行以外 我说的P2P啊 众筹啊 基本上是没有监管的 那么有些信息呢恐怕也很难获取 但是呢 目前正在陆陆续续成立一些行业性的协会 可以加强呢监管部门和这些行业协会之间的信息沟通 这是第一个这个合作领域 第二个合作领域呢我觉得是要加强业务合作 业务合作呢也有这么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个金融机构 应该关注大陆新金融这么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现实吧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介入新金融的 第二点呢就是业务衔接 业务衔接业务之间可以和这个新的金融机构做一些衔接 三个亿的人群不是他自己来做 他做不了这么多 他是提供大量的数据和合作银行和找其他的银行合作去做 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对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 还有呢业务合作包括呢跨业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也可以在这个利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技术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 需要这个合作开拓一些空白的领域 或者说这个在传统金融体系中呢 不太容易开拓的领域 比如说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大家知道是监管部门 大陆监管部门开放比较大的一个领域 欢迎这个各类资本去投资 但是农村金融领域风险大成本高 未来加上互联网的技术 我觉得这些相对空白的领域 相对弱智的行业是可以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应该 两岸三地都应该更大的开放市场 金融业要相互的融合 这是业务合作方面 最后一点呢就是人才合作 人才合作 人才合作呢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个抓手 一个呢就是建设更好的环境 促使人才能够双向地流动 因为人才很缺啊 通过流动 这个人才自身也可以增值 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可以 这个两岸三地啊都是高校的这个毕业生啊 可以或者是高年级的学生 可以互派实习 互相地在培养人才方面 第三个呢就是共同开发一些培训的方案 还有一个呢就是能不能够共同组建一些培训机构 但这一点呢我的感觉也是台湾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 我曾经向两个副省级城市的政府推荐我们台湾的一家非常优秀的培训机构 能不能够合作建立这个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合资的这样的培训机构 但是呢我听说这个台湾政府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两岸三地未来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来携手促进这个包括传统的金融业和互联网金融的共同发展 我觉得这个昨天晚上那个好副主席的那句话是非常好的 就是大中华圈应该携手联合起来 共同去赚世界市场的钱 我希望那个未来啊我们能够更加的通力合作 使三地都能有更快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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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